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吴 欢迎回来到动物托邦 照片中的这位女性啊 可能有人知道她是谁 可能有人不知道 她的名字啊 叫伊丽莎白霍尔姆斯 曾经是美国硅谷一名非常优秀的女企业家 在2014年的时候 伊丽莎白在泰德医疗演讲这个论坛上 做出了一场非常振奋人心的演讲 她在这个演讲中提到说 自己小时候经常在暑假的时候去自己舅舅家玩 那舅舅呢会跟她一起玩甜字游戏和她一起去踢海滩足球 但是突然有一天啊 舅舅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给打倒了 舅舅被检测出来有皮肤癌 其次随之而来的是骨癌 脑癌 从确诊到舅舅离世 不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她甚至没有机会跟舅舅好好说一声再见 那舅舅也没有机会再看着自己可爱的儿子长大成人 其实有很多时候啊 在疾病如果真的出现症状的时候 很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救治 当今的时候呢 人们用钱可以买了很多东西 如果你有足够的钱 你甚至可以买了军用的装甲坦克 但是幸福也却不能够用钱买了一个家庭用的血液妊娠测试 或者过敏测试 那伊丽莎白所创建的这个Theronos公司啊 就对外宣称说他们坚信着一个理念 那就是每个人都有一项基本人权 就是获得最佳健康信息的权利 他们立志于改变全世界的医疗系统 让人们不用再担心昂贵的医疗费用 让疾病预防成为可能 咱们都知道在美国如果你没有医疗保险的话 那美国的医疗费用是可以让你分分钟破产的 那伊丽莎白这个Theronos公司 他推出的一系列血液检测系统啊 可以让那些有或者是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们 都做得起疾病检测 而且不用再承受之前的那种抽血化验 再抽血再化验的痛苦 只要在手指头上扎一下 几滴血就可以检测出来几百种疾病 听起来像是一场世界级的医疗革新 而且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一定能够造福大众的 那么我来告诉大家吧 伊丽莎白的这次演讲呢 已经在泰德的演讲视频列表中间被删除了 那Theronos这家公司呢 也从医疗界的苹果一下子跌入谷底 成为了21世纪硅谷最大的医疗骗局 那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听我给你缓缓道来 伊丽莎白霍尔姆斯 1984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 她的母亲是美国国防与外交政策副官 父亲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 可以说家境非常的好 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 伊丽莎白很小就在很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生活过 在她15岁那一年的暑假 她就跑到斯坦福大学 去缠着那个大学的教授 允许她去修读大学里面的中文课程 那很快的伊丽莎白就学以致用 在2001年的时候 17岁的伊丽莎白就将C++的编译器贩卖到中国 也因此赚到了她人生的第一桶金 高中毕业之后 伊丽莎白就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斯坦福大学 就读的是化学专业 在刚上大一的时候 伊丽莎白就找到了化学系最有名的 钱宁罗伯森教授 死缠烂打的人家钱宁教授 想要加入他的研究室工作 那钱宁教授就抵不过伊丽莎白的软磨硬泡 总算是同意了 即使是那个时候 研究室里面大部分都是博士生 至少也是个硕士研究生 在2003年的时候 SARS席卷全球 新加坡的基因研究所 就向斯坦福大学提出了求救 那也因此伊丽莎白就获得了 新加坡基因研究所 这样一个实习的工作机会 在新加坡实习期间 伊丽莎白就发现了一个现象 那新加坡的血液检测技术 非常的落后 而且非常的缓慢 在非典时期 有大量的患者在等待着血液检测 但是新加坡的血液检测 一般都是一项一项逐项进行的 有时候一个完整的血液报告 需要等上几天的时间 在特殊时期 病人都在和时间赛跑 你让我等几天 到那时候 很可能病情全部都耽误了 更别说救治了 那伊丽莎白就在这个时候 开发出来了一套 可以同时进行多项检测的 血液检测系统 而且还可以进行数据的传输 她的这一项发明 当时就大大提高了 血液检测的效率 她也因此获得了第一个专利 那回到斯坦福大业之后 伊丽莎白就坐不住了 有了之前的成功经验 她再看看美国的 这个血液检测市场 就觉得美国的 这个血液检测市场 也是非常的落后的 她立马就着手 创建了Theronos公司 在官僚体系的这个工作环境 从小就觉得 与其为政府工作 还不如我自己创建一家公司呢 可以说她从小就是一个 很有狼性 很有野心的一个女孩吧 但是创业都是需要 大量的时间投资的 渐渐的伊丽莎白好像意识到 她没什么时间来读书了 但是她转念一想 她的那些偶像 像是乔布斯 不也是从斯坦福大学辍学之后 创立了苹果吗 还有比尔盖茨 被称为是哈佛最优秀的创学生 他们都能辍学 我为什么不能不念 那与此同时 伊丽莎白还试图说服自己的教授 钱宁教授 去加入她的这个Theronos公司 一开始钱宁教授比较反对 因为什么呢 实际上教授也在参与 几家公司的顾问和指导的工作 但是没有一家公司 是由一个大学 还没有毕业的小姑娘 来指挥运营的 但是伊丽莎白 用她低沉的响应 和坚定的演员声 向钱宁教授诉说了 她对这个医疗事业 和医疗改革的理想 慢慢的 钱宁教授被说服了 那随后呢 伊丽莎白还尝试说服了 实验室里面的一对 学长和学姐的夫妇 也加入了她这个创业团队 那钱宁教授一开始呢 只是给Theronos公司做顾问 那后来啊 甚至还放弃了自己 在斯坦福大学 终身教授的职位 全身心地投入到了 Theronos的创业中 有时候人的选择 真的是一念之间 那至于创业基金呢 伊丽莎白首先就是启动了 父母留给自己的教育基金 既然学都不上了 她留着教育基金干什么呢 接着她就利用父母的关系 拉来了各种各样的投资 就连甲骨文的创始人 拉里埃里森也给了钱 经过了近十年的沉淀 在2013年的时候 伊丽莎白的公司 Theronos站出来说 他们发明了一项 可以颠覆整个 美国传统验血市场的新技术 在美国传统的验血中啊 都是在大动脉取血 然后会进行几天的 这个血培养 完整的验血报告 可能要等几天 而且这个费用非常的高 有时候验一次血就要几百美金 但是Theronos他们公司 发明的这项新技术 只要在指尖取出来一滴血 就可以检测出来 240项疾病 甚至包括很多种不同的癌症 整个验血报告 只需要等四个小时就可以拿到 而且大家知道这多少钱吗 最便宜的是2.99美元 也就是说 你不管有没有医疗保险 你都可以做得起 这样一次验血的化验 他们给这台机器 取名叫爱迪生 而且这台机器 可以说是给那些 害怕在大功外抽血验血的人 一个极大的福音 而且据说 伊丽莎白从小就非常惧怕针头 这也是为什么 他有这样一个想法 想要去开发这样一台机器的原因 但是在美国 他的验血市场 是一直受到政府干预 很深的一个行业 没有医生的允许 私人是无法进行验血活动的 而整个验血市场 由两家巨头公司所控制 那这两家巨头公司 就和各地的医生和医院 形成了巩固的利益联盟 没有任何一家医院 或者是医生 是会允许人们利用 伊丽莎白公司的 这个爱迪生机器 来进行私人验血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伊丽莎白就通过自己父母的关系 拉拢了各界的政治人士 加入了自己的公司 其中包括了两位前国务卿 亨利吉辛格和乔治舒尔茨 一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 在他们的帮助下 2015年7月份的时候 美国的亚利桑那州 首先通过了法案 允许人们选择自己的验血服务 与此同时 美国最大的连锁药房 沃尔格林也宣布和Serenos合作 开始在店内提供验血服务 那在这期间呢 Serenos的公司估值也是一路走高 2004年的时候 公司刚刚成立 那年就成功融资了600万美金 在2006年的B轮和C轮融资 一共融到了4500万美元 在2010年的D轮融资 又拿到了4000多万美元 那个时候 Serenos的公司估值 已经到达了10亿美金了 在2012年的时候 Serenos将公司的总部 搬到了Facebook前总部的位置 就在同一年 连莫多克都投资了 1.25亿美元的Serenos股票 那与此同时呢 伊丽莎白也将自己包装成了 那种女版乔布斯的样子 出席任何场合 都是一身全黑色的高领毛衣 而且对外宣称 自己每天工作19个小时 2015年的时候 她被福布斯评为 全球最年轻的女性亿万富翁 同年她又选入 《时代》杂志 2015年最具影响力100人名单 而此时呢 Serenos的公司估值呢 已经达到了90个亿美元 但是一直以来 Serenos公司的运营 以及它的核心技术 都是一个谜 那很多想要实地 考察这家公司的人呀 都被不能够泄露 核心机密为由 被拒之门外 那很多竞争队友就想 你用一滴血 就能够测出来 240项疾病 还包括癌症 你是怎么弄的 实际上这个问题呀 就连Serenos的核心工作人员 研发人员 他们都回答不上来 因为什么呢 这一切都是一个骗局 伊丽莎白在公司里面 设置了非常严格的 这个保密体系 她将一个大的项目 拆分成很多很多个 不同的小块 那每个人呢 只被允许关注 自己那一小部分的工作 只有几个核心人员 才知道 整个全盘的计划是什么 而且呢 所谓一滴血 就可以检测出来 200多种疾病的 爱迪生仪器 实际上只是把 市面上不同的 这些验血仪器 给缩小化之后 放在一个 大的机身里面罢了 而且他们所宣布的 那些什么 可以从血脂血糖 到癌症的 这200多项检测中间 实际上他们只能 检测出来 15项疾病 而在这15项疾病中间 只有一项 是通过了FDA认证的 而且由于 机器的散热问题 再加上血液量的不足 他们就连这15种疾病 检测出来的结果 都是时常不准确的 很多人用 SERONOS这个机器 检测出来的结果 就和她在医院 检测那个报告 大相径庭 有一位 亚利桑那州的女性 用SERONOS这个仪器 检测出来 说自己有什么 血脂高 血糖高 钙和转按门的指数 也偏高 然后就建议她 紧急住院 但是住院之后 医生对她几天观察之后 却发现 她一切身体状况良好 但是即使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 伊丽莎白 仍然是用她坚定的目光 深沉的响应 和她三寸不烂之舌 向世人诉说着 继续编织她的谎言 她说 这就是一个 想要改变世界人的遭遇 他们一开始说你疯了 然后开始打击你 然而你却突然之间 改变了世界 但是从一开始 大家都对伊丽莎白 编织的故事 深信不疑的时候 只有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菲利斯·加德纳 一开始就告诉伊丽莎白 她的方案是不可行的 在伊丽莎白创业初期 她曾经去斯坦福大学 咨询过菲利斯教授 那她当时呢 是跟菲利斯教授 提出了另外一种方案 就是说 她想通过皮肤上的一个贴片 来检测血液中的疾病 而且通过这个贴片 向皮肤中传递抗生素 那这样一来 人们就不用打掉瓶 也不用吃药了 听起来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想法 但是菲利斯教授 才不管伊丽莎白 背后的那些宏伟的动机 以及她想改变 整个医疗界的伟大理想 她就跟伊丽莎白说 从我一个医学博士的 专业角度上分析 你的这种想法 从生物学和物理学上来说 是不可以实施的 是无法实现的 但是伊丽莎白那个时候 没听劝 那公司中的一些员工呀 肯定会有意无意的 得知Serenos公司的 这个天大的秘密 那他们有些人 就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就纷纷提出离职 但是对于那些离职的员工呀 伊丽莎白警告他们说 对于公司的这一秘密 你们不能泄露半句 如果有半句泄露 伊丽莎白就会请强大的律师团队 去告他们 告他们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在2014年4月 已经在Serenos公司 工作了8个月的 泰勒舒尔茨 发现了爱迪生这个测试仪 对于同样一份血液的样本 时常会出现相反的检测结果 而且实验室里面的工作人员 对于这些不达标的测试结果 通常他们所做的事情 只是手动去删除那些异常值 那泰勒实在是看不过去 他就给伊丽莎白发邮件 说公司员工篡改数据 而且爱迪生这次检测仪器 有很多检测出来的数值都不准确 那可想而知 泰勒就被开除了 但是咱们这位泰勒 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他们家的背景也很强大 那泰勒的爷爷 就是2011年的时候 加入这个Serenos公司 董事会的前国务卿 乔治舒尔茨 泰勒甚至还跟自己的爷爷 就说了公司里这一系列 非常异样的这个情况 但是泰勒的爷爷一开始 居然不相信泰勒所说的话 还说你跟伊丽莎白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来安排你们坐下来聊聊 消除一下两个人之间的误会 但是事实上泰勒自从离职之后 就一直遭到跟从和窃听 直到他后来决定 向华尔街日报的一位记者 透露Feranos公司的这个弥天大谎 那伊丽莎白就请到了 硅谷最有名的律师团队 以泄露公司机密为由 起诉了泰勒 那泰勒刚刚工作不久 他也没什么钱 就不得不卖掉了父母的一顿房子 来应付这个高达40万美元的 这个律师费 终于在2015年 华尔街日报 登出来这样一篇报道 报道的题目是 大热创业公司 Theranos 挣扎了一起血液检测技术 这个报道的题目 还是起的挺客气的 挺温和的 那这个报道中就指出 Theranos公司 它夸大了起血液检测技术 存在大量的数据造假 那FDA就强制停止了 Theranos全部的血液检测项目 伊丽莎白也被证监会 联邦陪审团 以七大罪起诉 那昔日的创业女神 今日就沦为了人们 茶余饭后的谈资 那说到这里呢 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了 这么多政界 商界的这些大佬们 怎么就被这样一个 年轻的小姑娘 给蒙骗过去了呢 那HBO呢 曾经出版过一个纪录片 叫做 《发明家硅谷大放写》 那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呢 就提出来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实验 在实验当中呢 有两组参与实验的人员 那他们呢 都会被要求来制骰子 那他们制出来这个 骰子的点数啊 就是他们相应的 得到的这个报酬的数量 假如说我制出来一个骰子 比如说是一点的话 那我就得到一美金 有六个点的就是六美金 但是这一项实验中间 有一个对于参与实验的人员 非常有利的一个条件 就是说这个参与实验的人员 他在开始实验之前 可以在自己的心中默默决定 我是需要使用上面那一面的点数 还是下面那一面的点数 就比如说我扔了一个骰子 上面那一面是一 那下面那一面就是六 我可以决定是使用 上面那一面点数 还是下面那面点数 那一般人肯定都会选择 使用点数比较大的那一面嘛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点是 参与实验的人员啊 需要在实验开始之前 他们有几秒钟的时间 去决定到底是使用 上面还是下面 但是他们的这个决定 不需要告诉工作人员 他们只需要告诉工作人员 他们制了骰子之后的那个点数 那第一组参与实验的人员啊 在制了骰子之后 告诉工作人员 他们所得到的点数 之后也会被拉去做测谎测试 就是去测试 他们现在所报的这个点数 是不是使用的 他们在实验之前 所决定的那个面 那在第一组测试人员中啊 这个测谎仪啊 就工作的非常的准确 能够准确的捕捉出来 谁是在说谎 那心理的波动啊 就很容易看出来 但是第二组参与实验的人员啊 在实验之前就被告知 他们所得到的这个报酬啊 会被捐给慈善机构 也就是说 我如果说出的点数越大的话 我捐给慈善机构的钱就越大 我给这个世界 慈善事业做的贡献就越大 那在第二种测谎测试中啊 这个测谎业就不怎么管用了 也就是说 说谎者产生的那种心理波动 和思想压力啊 要比第一组人员明显的小得多 实际上这个实验 它就揭露了一个结论 就是说人们在面对大义的时候啊 对于自己所做的那些错事 它的羞耻感和负罪感 是明显降低的 那我想在伊丽莎白的这件事件中啊 也是一样的 伊丽莎白从始至终啊 都在内心中坚信 她是在试图改变世界的医疗行业 她所做的这件事情啊 是对全人类有益的 她所做的一切努力啊 就是为了解救那些 被病痛所折磨的人 去给那些看不起病的人 带来福音 她这从内而外散发的 这个自信和坚定 也就是为什么 她能够让别人相信 她没有说谎的一个原因 而现在看来呢 伊丽莎白把自己的这台机器呢 起名叫爱迪生 也确实有一点 讽刺的意义吧 其实早在爱迪生 发明这个电灯之前啊 就已经有很多人 在尝试去研究这个灯泡了 但是并没有任何一个人 敢在完全成功之前 就放话说 自己已经做成了的人 那爱迪生一生呢 坚信一句话 就是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这句话也许适用于某些情况 但是绝对不适用于 人命关天的医疗行业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最后呢是广告时间 如果想要买我的杯子 和衣服的朋友呢 可以在下面点击链接 如果是港澳台 或者是大陆的朋友 也有中文区的链接 那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拜拜